接下来这个 所以有些工作里面 你为什么需要特别强调 你会不会这些东西 如果你会的话 工作很容易就解决 如果你不会 变成说你就是要 可能涂法链钢也不对 然后你又弄半天 你最后弄不出来 或者即便弄出来是弄错的 弄错了才是最麻烦的 很多人即便把它弄出来 但一看你怎么用这个公式 因为完全是错误 你这报表当然也会 最后是错的 那当然不是很麻烦 还有一种状态说 里面可能也没有的 没有的话像dative 你就要知道 你要自己key的 不然的话就说 如果还没有 你可能要自己写的VBA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VBA 因为里面其实还有蛮多地方 就是没有这个函数 没有这个函数怎么办 那你没有的 那你就涂法链钢 你做不完 那就是要写VBA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 这种可能性就是 真的里面也没有的 所以你们第一个 一定要学会的 里面有的你一定要会 如果里面没有的 你可能要会把它写VBA 把它写出来 可能是目前我们这个课程 设定的目标 希望你们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你工作至少会有一定的水准 效率也不会太差 不然其实现在我觉得老板要求了很多 而且他会认为说 你这个时间应该就做完 如果你做不完 他会认为说 是你能力不足 你应该再去进修 或者是说你可能 也有可能会不会有那种风险 所以到年底了 可能会有名单出来 你可能会在那个名单里面 那是很难说 所以如果你要远离那个名单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要先自己准备好 所以学的部分 刚刚提过 有关那个日期时间 有些没讲到的 也许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不外乎就那些东西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看DATIF怎么做 第一个 我们一样要用打的 所以游标放上面 打一个DATE DIF 记得不要打错 因为之前 那有同学打什么 DATA DATADIF 这不对 接下来的话 比较前面的日期 指的就是他的生日 逗点 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话 当然你如果是要TODAY 你要再输入 不用了 你就直接打一个TODAY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自己稍微把TODAY记一下 TODAY 然后小刮扶一下 OK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实在这个TODAY背不起来 没关系 你就是直接点前面这边 记得一定要点前面 如果你点这边 它会盖掉 你就找一下什么 这边如果有没有用过 如果有就直接点 有没有放这边点一下TODAY 它就帮你把TODAY带过来 这样也是一招 OK按确定 然后再来的话 后面还有缺一些东西 逗点 然后再来跟他讲 你请你帮我先比他几岁了 所以先一个Y 然后Y就打勾 这边就知道他这个人46岁了 但问题我不只要这样 我要什么 我要的是他几岁 N个月又N天 所以怎么做呢 干脆把它什么 这个N以后的东西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做什么呢 干脆我的习惯是直接把它放到它的后面 那放到它的后面 记得用串接 文字的话 记得要把它放在双引号里面 贴上就可以 N的双引号 把刚刚那一串贴上 所以它是40 打勾一下 46岁 N个月又N天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这边有个N 那这个N其实 我们刚刚讲过了 其实这个N的话 就是把这个Y改成什么呢 YM 有没有 就是说已经算完了年了 那剩下来的月告诉我一下 那这个N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MD 有没有 你是已经算完年跟月了 那月也算完了 那剩下来几天 告诉我一下 那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司 带到这边 跟带到这边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可以讲 把这个公式 复制 贴过来 但贴特别至于 这个 有点像VBA之前 写的方法差不多 就是你要把 这一串公式 放在 这个 字串里面 那这个目前 各位可以看到 它目前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你要把它放进来的话 你必须把它 先切开来 所以这边要双引号 然后要跟这个串的话 这边要end 然后把公式放到这个中间来 就OK了 这个概念跟VBA写法 我想差不多 只差别是end前后要空白而已 做一次给各位看 有些东西其实并不困难 但是你要熟练 而且你不要做错 你的结果就OK了 就怕说你们常常就是 动作就少一个动作 光少一个动作 结果就不一样了 真的 有的时候我看 有人说那弄半天 弄了大概好几个小时 都还在弄同一个东西 给他点一下 原来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 所以不要抓内阳 不然你就干脆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好了 影片看 千万记得不要抓内阳 不要乱事了 真的 乱事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真的有的时候你不如 不如就是直接去看答案算 或者是说把一个正确的东西先贴来改 有时候反而比较快 所以尽量 千万不要没事乱乱改 我看很多同学都改到这些乱七八糟 我都不知道他改什么东西 所以尽量 你就要反正做对就做一次就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 把它贴过来 那改的方法 先把这个dative 先把它复制一下 ok 2的话就移到这个n这边 因为我要把它放过来 但是我不能直接放 我先切开它 所以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然后把它贴上 双引号两个 and两个贴上 其实或者你也可以背那个 背那个公式也可以 然后把这边改成ym ok 然后把这边改成ym 这样打勾 算出来了 他八月嘛 过五个月 ok 哎呦 剩几天呢 一样 选取它 你不然就被公式 算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再把它贴上 再把它贴上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这边再改成什么 改成md就可以了 md ok 他有一个错 先不要理他 先不要关掉 打勾 看一下 有出来了 46岁 五个月 六三天 理论应该没有错 你们可以算算看 或者你可以把你的身子打上去 看看对不对 好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就可以很精确算出这个人 当然除了算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没什么意 你可以算什么算年资 比如他进公司那一天到今天为止 他的年资做多少 只是诸如此类的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VBA 不过VBA可能就比较麻烦 VBA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在VBA之前有讲 如果VBA本身有一些 可以取代DDIF的话 我们就取代 但早来好像没有更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直接丢公式 就是说如果今天 假如说没有更好 我们就按个按钮 自动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